好,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图片,日本的服饰会艺术 那么,在西方人写的美术史里呢,服饰会被称为日本美术的主要画中 而日本人自己却看不上服饰会 认为它是一种非艺术的,一种特殊的实用美术 不是非主流美术 那么,为什么那么没有文化自信呢 有这样一个故事 19世纪后半呢,明治违新了 那么,中国呢,已经衰落了 那么,在那之前一直是中国供给欧洲三大产品 生思瓷剂、茶剂、茶叶 那么,这时候呢,中国衰败了 然后,就日本来顶替 那,西方人还喜欢要这三件事 那么,一些日本的瓷器就出口到西方 瓷器用船运总要包一包吧 这时候就搞一些非报纸 什么的,就包一包 诶,这个非报纸里面呢,就很多是服饰会 你就想想服饰会的地位多低啊 都是用来包茶碗的 然后呢,就传到了欧洲了 欧洲人打开一看呢 哇,这个色彩这么艳丽哈 哎呀,这个就是说跟西方人自己的这种艺术 写真的艺术很不一样 呃,结果大家呢,呃,就开始收藏,倒卖 然后这价钱都上去了 呃,我们看这个图片呢 是呃,著名的向日葵的作者 樊高的作品 呃,他呢,居然,呃,当然得说还没成名的哈 呃,没什么钱的时候还花巨子 然后,那个买了买了这么一幅画 呃,这是歌川广重的叫怒放的梅花 然后他进行了仔细的临摹 这是临摹的作品 他呢,不懂汉字 你看旁边的两行汉字都写得特清楚 两行汉字呢,其实他都不明白 这是一个妓院的呃,一个地址 呃,呃,因为这个集园哈 吉祥的集园 呃,集园这个地儿呢 就是东京的呃,呃,官昌街 呃,呃,就是说拿这画 就是到积院去玩 你就别走错地儿的意思 结果他呢,进行的临摹 你看他这个大块的这种色彩 色调,呃,应该说呢 呃,呃,为他日后创作那个向日葵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好,我们呃,看下一个图片 呃,呃,这也是 呃,呃,服侍会 呃,呃,那么 呃,呃,讲富士会呢 我们先讲呃,定义的话 先从呃,呃,先从今天的内容 呃,呃,去定义,呃,内容定义 呃,呃,它呢 是反映的是什么呢 反映的,首先反映一个特定地区 什么特定地区 就是东京地区 呃,东京地区的 然后阶层呢 是呃,呃,树民的 呃,树民 呃,不是同时阶级 就不是武士 就是在这个里面呢 很少找到武士生活的话题 基本没有啊 那么反映东京地区的庶民的情感生活 这样一种特殊的美术 为什么非得是东京地区 不能是大阪呢 是这样 当时他们是首都了 是吧 同学讲过有什么 就是餐秦交替啊 就是说有很多武士大名呢 要住在东京哈 那么当时有这么一个政治制度 就必须来 然后他们回家乡的时候 要带一些礼品 所以这是那个礼品 是这个意思 服饰 好 这一道题啊 服饰这两个字呢 服饰会哈 我们说臣服的服 现在 其实呢 以前这个服饰来自于一个优势 优势 在佛教里呢 管这个死去的世界呢 叫净土 管现在呢 是忧郁 忧郁的优势 就是说不太好的苦海 的意思 那么 17世纪以后呢 虽然佛教仍然在日本的文化中 占有主流 但人们觉得呢 现在是苦海 这事很难理解了 那么日本是社会安定 商品繁荣 挺不错的安居乐业 所以人们对于服 优势的看法就发生了转变 乐在当下了 所以呢 就把这个优势变成了服饰 服饰是什么意思 时尚 当今时尚的意思 比起理想的彼岸来说 先进的此案 更应得到重视 更加美好 所以服饰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呢 就诞生了 所以呢 他 由于他的这个 社会背景的原因 使得他的作品呢 都是一些赶时髦的话题 和这个内容啊 描写的都是 当时最流行的社会事项 流行的服装 流行的法饰啊 什么就这样 然后在制作手法上 也不断的追求新的方法 那么 刚才说这个服饰会的内容 是东京的 庶民的 其实呢 再给他定义一点的话呢 细一点的话 他是一个 崇拜 祥乐主义的人生观的 充满好色 淫乐内容的流行时尚 还不是一般的流行时尚 咱们现在有很多流行时尚 咱们现在社会上 当志愿者 是流行时尚啊 觉得很时髦 当志愿者 这是一个正面的 那么还有一些 不正当的一些个 流行时尚啊 尤其是网络上 有些不好的东西 什么的 他指的是这一些 那么 我们说在江湖时代呢 人分四等 势能共商 那么 就是说还是这个 这个 作为武士的士 他统治了其他的三个阶层 管得非常的严 但是作为最下层的 这个盯人 商人 还有一些通过努力 劳动的一些工匠 都发了财了 就是说 有钱 那么这些人感到 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所以呢 他们 比较郁闷 他们能够用钱来买高兴的地儿呢 一个是花柳街 还有一个看戏 戏院 看歌舞剂 什么的这些地方 在那些地方呢 释放不满的情绪 舒展人性的本真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 日本的这种餐饥交替的政治制度呢 使得东京呢 里面呢 就聚集了很多武士 这些武士呢 就是咱们说 住进办事处吧 这种 这些武士呢 多聚集在江户 江户就成为了一个 男君比例 严重失调的 这样一个地方 男的多女的少 这时候江户 幕府就不得不建官昌 来安定社会秩序 这样呢 江户的花柳叶 就是极度发达 那么花柳街呢 都是人们史前的地方 这样也就成为了 流行文化的一个 我们说一个传播中心吧 好 那么咱们再看一幅图 哦 这个没有讲讲这幅图哈 这幅图就是花柳街里面的妓院 里面的亲密 我们看到有一个男士 被蒙着眼睛 好多妓女 陪着他捉迷藏玩 这样一个 我们就看他的内容哈 其实服饰会呢 它在这个技术方面 分有两种 一个像这种 它是绢画 绢画我们知道 一次只能画一张 一个绢布上画的画 是吧 这幅画上呢 就有一位美丽的妓女 正在练琴呢 好 那么另一个技术特征呢 这一类呢 就是板画 板画是可以多次印刷的 那么服饰会的主流作品呢 是板画 板画 那么板画呢 它有好几种 我们一般看到是多色的 其实还可以做成这样的 蓝色调的 那么这七位 意记 你看反应都是意记 开了三篇了 作品了 都是这些意记 那么这七位意记呢 露宿河边 在清晨淡淡的月光下 我们看到左上角 还有两个小孩 这个小孩呢 就是比例呢 不太对 是吧 只不过是把七等份的人 画得很小了 就是 这显示了东方美术的缺陷 中国古代也是这样 就是说 写实性很差了 那么我们看到形状呢 可以是方的 长的 像这个图片呢 它可以是一个扇形的 它非常有装饰性 你一眼看上去 觉得很好看 这里面可以 马上反应的颜色 有红色的 蓝色的 黄色的 挺好看 仔细看才能关心的 它们是由七支机来组成的 其实它呢 就是说 很有装饰性 因为这些作品 拿回家乡的 都得贴在墙上什么的 贴在那个 纸格扇上什么的 这样的 那么 我们看到这幅作品 咱们现在说 吃苹果 吃红富士的 这红富士的名字 就来自这幅画 就说呀 有一个风景作家 叫格式北宅 他把富士山 绕了一圈 从三十六个角度 画了富士山 这是其中之一 叫凯丰快情 的意思好像是说 一过 一阵 这应该是哪个季节 这是 上面还有雪 有雪 但这个雪呢 应该说 那个 它这一道道的 就是一个 火山熔岩 然后流下来的时候 那些个 我们叫小山谷吧 这样哈 它还不是正式的冬天 如果冬天的话 应该全是白的 这个是哪个季节 我也没有关心过 那么 它是被太阳 被阳光 应该是晚霞 或者朝霞 然后把它给 就是照得 非常的红 然后后面呢 应该是一些 应该是水 这个水呢 是海 还是湖 不太清楚 因为富士山后面呢 下面呢 有五湖 五个湖 和富士五湖 这个作品呢 非常有名 应该说是 这次考试里头 这个图片没有 但是一般 这个是要认识的 这是凯峰快行 隔世北宅的 我们这回呢 他的作品里面 出来一副 隔世北宅的 但不是这个作品 这个叫洪富士 这洪富士哈 这是日本人 给他的爱称吧 不过这样的 洪富士 看上颜色 比较简单 但是13次 反复叠印 才能完成 那富士会的 版画的制作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它跟普通的 绘画作品不一样 比如说咱们说 七白石的画 那七白石画虾面 那七白石画 那个抖抖 那两下子很重要 所以 就是七白石 最重要的画家了 或者是 许北宏的马 他那个 马跑起来 那种 那种角度 或者尾巴 怎么飘动 很重要 所以 大家很认识 这些有名的作家 但是 服事会的作家 却不是那么 被人们 所 这个 称到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 只是一个制作 全过程的一个 起敌稿的人 他搞完以后 是不是还得有人 刁板呢 还有印刷呀 甚至在开始 大家都在 得卖出去呀 所以基本上 就是说 设计图 方案什么的 它不是 不是画家内心的 艺术冲动的表现 往往是 印刷公司 说咱们 搞这么一个图案吧 这图案可能 卖得出去 或者怎么样 所以 它的出版商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作为画家本人的 什么什么 艺术才华 什么什么的 这不是特别重要 它呢 重要的 主要的用途 就是被当作 一种旅游纪念品 到江户游玩的地方 人是 把它买回家 向家乡的人们 展示 他们在 江户的所见所闻 相当于 现在的照片吧 好 我们看一下 一个图片 17世纪 80年代 日本江户幕府的 政治统治 进入了 绝对的稳定期 称叫 原路时代 原路时代 那么 曾经被贬为 文化沙漠的江户 出现了不同于 京都皇家文化的 文化 那么 这种文化的特点 是什么呢 它就是表现 商人 庶民的 追求金钱 享乐 欲望的 这样的市民文化 其热潮的 这个弄潮儿 是谁呢 就是 景元熙和 就是这位老爷爷 他生活在 1642年 到1693年 他同时 也是一位 服饰小说家 他没事呢 就住在 这个花柳街 来观察生活 他本身也是 那方面爱好者吧 他的代表作是 好人 好色一代男 好色一代男 他在作品中的 描写了一个 七岁便情窦初开的 男主人公 视之介 一生的情感历程 在他的笔下呢 充满人情和风俗 世代的悲喜剧 花柳街 和西院里的 最新时尚 都被描绘得 栩栩如生 那么 这个作家的作品 就风靡了 整个江湖城 人们都非常的 喜欢他 追捧他 而且呢 很多人都 憧憬着 能够过上 作品里所描绘的 那种生活 那种生活 我们看这个图片 这就是他的作品 那么他的作品呢 不仅有文字 还可以加上一些画 那么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字多 画少 后来呢 就变成了 画的部分多 字的部分少了 我们看 这个图片表现的 就是一个 妓女屋前的一个场景 有戴朝的武士 是吧 还有一些和尚 什么的 那么夜幕降临 那么 记忆馆里的 这个窗帘都打开了 来招揽顾客 那么 在前面 徘徊的 有很多人 那么 比如像武士 虽然身份很高 但是囊中羞涩 不肯进去 又充满了好奇 就是这些 那么我们看到 这幅图片 这幅图片 这也是 那个小说的插图 小说插图 他说这怎么都没有字了 是的 就像我们 中国人 讲的是一个 像装舞剑一样 那么来一个人 这么一舞 咱们都不用讲故事了 是的 这就是那些作品中的 非常 就是广为 知晓的那些个 情节 那么就单独的 被画成了一张画 公开发行 那么 就是完全的 这样一个服饰 原来是为 服饰小说 插图 现在就变成了 服饰会 那么为了 大量的生产 这种服饰会 人们很需要 那么就搞点 板画上 都是黑的 带咔咔 涂点色 就成了这样的 涂黄的 涂红的 这个虽然很粗糙 但是 人们很喜欢 受到欢迎 这张图片就叫 五郎拔竹图 中国的明清小说 传到日本 由鲁竹山拔柳 这样的 倒拔出阳柳 这样的故事 那日本人 把它翻版 写成日本的人物 和日本的情景 日本呢 少有柳树 所以就变成拔竹子了 所以就是 它是中国小说的 一个翻版 叫五郎拔竹图 这样的 那么 像这样 这叫回眸美人图 我们看到 线条非常的细腻流畅 用色也十分考究 这是一幅 捐画 那么 人物的发型 要关系 为什么说它是时尚呢 是的 当时最流行的 这样的发型 你们现在 这个 女同学 这形叫多岁 多岁头 是吗 这叫多岁头 我们现在还叫吗 不叫了 好 总之呢 这个发型 看一下 再看看 这位女士的衣服 衣服 大家说呢 都是流行色 流行色 所以呢 人们看到这种东西呢 就要去学了 就要去追求 那么 看这个图片 在技术方面 开始是单色的 现在是多色的 十几次的印刷 加上点颜色啊 什么的 都可以 是吧 这可以理解 其实这个版画的技术呢 日本也是从中国学去的 古代 中国 松代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版画 因为中国 咱们中国有这个 活字印刷嘛 肯定有啊 雕板什么的 一些佛经上的故事什么的 早就有这样的版画了 但是近代的这种 多色印刷呀 比较精巧的 中国后来就 有没搞吧 有鲁迅先生 又把它 就 就是拿回来了 所以近代版画 好像从日本 有些影响 这个图片 就用了十几个颜色 十几个颜色 那么 服饰会的 刚才说内容 由于 锦园西贺的贡献 然后就定下来了 然后对技术 也定下来了 那么 其后呢 就是说 这服饰会呢 在表现江户生活画卷上 是大展实力 我们看这个图片 叫重阳 他 我们说大和会的时候 是不是讲到 他们喜欢画春夏秋冬 一套 然后十二个月 一套 什么的 这个就是十二个月 一套 十二个月 风俗制中的 第九个月吧 叫重阳 你们看 他那个 上面 好像是重阳节 赏菊 喝酒 是吧 赏菊 喝酒 那么下面的 好像是 两个人搬菊花 这样哈 都有了 那么 大家说 这怎么 细长细长 是的 这是为了 配合老百姓家里的 挂画的环境 那么日本的 这个房屋哈 它都是一些可拆卸的 就是 什么 叫章子 然后叫什么 这些 固定的墙 特别少 老百姓的 但是房中间呢 有个大柱子 这种尺寸呢 是可以贴在柱子上的 这叫桥下凉船 描绘了江户市民 在盛夏里 在船上乘凉游宴的 一个情景 那么 夜幕里的荧光 描绘了江户市民 夏季的 夏季的夜晚 在河边 捕营火虫的生活场面 出门 反映了冬季里 一位瓷器店的女子 踏雪出门的情景 那么 画的作者呢 你们看呢 都是一些老百姓的生活 但是 好像这些个人物呢 本来是普通人 普通人家的女子 但是他们书的发型 都非常的时髦 都是妓女的那种发型 他们的鞋子 都是高跟鞋 高底木鸡 而且 其实这幅画 宣传的主要是 这新款的 这个雨伞 这个雨伞呢 那时候 就传到日本 这个雨伞呢 要把它撑起来呢 是 就是说像蛇的眼镜一样 叫甲冬妹 当时是一个 比较流行的一个物件 你看这个厨房里 做饭这些女的 也都打本成 像妓女一样的模样 厨房里的美人 有的在吹火 添柴 在削萝卜皮的 还有在快水的 还有在擦碗的 什么的 你比如这一打年糕 就是一般到了迎接新年的时候都要打年糕 有在争理 有在打年糕啊 什么的 还有柔年糕啊 亮年糕啊 很热闹 但是你看每一个人物的上面 还都有一个小标签是吧 标签呢 实际上这里写着 这个人是谁 谁谁谁 这个人呢 他就写着 这个人是这个 中华剑 然后那个人呢 就是王飞 然后那个 就写着王飞在揉面 你会觉得非常有趣 然后那个 还有这个 还有什么流行演员呢 你比如说 刘德华 刘德华是吧 也刘德华在那个 砸年糕 你会觉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他呢 就是 那个标签就都写上这个 其实他就是 为了这个 增加这个版画的销量吧 也是这个 做了不少文章啊 挺有意思的 再看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叫秋草 秋草 秋草主要看 他的这个时髦的衣服 那时候 特别流行 这种小格子的衣服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规定了 商人家的妻子 老婆 不能穿大花的 就说你们有钱 也不能弃我们那个 武士 他武士是这样 武士的工资呢 是按照 粮食 大米来定的 大米定就是说 你那工资 舞蹈 什么的啊 这 开始的时候还是不错的 但后来呢 就商品发展以后呢 粮食就掉价了 所以他们呢 就 钱就少了 钱少了呢 但是呢 因为是统治阶级哈 就不能放下架子 你知道吗 所以就 就干扛着 所以说 呃 那武士有时候就得 没办法 就得跟这些商人借钱 借借借多了呢 没办法了 然后那个 政府就来一道命令 免债 呃 从今天 从今天 七月 十一号开始 呃 以前债都算了 哎 搞这么一活动 然后 江湖时代 搞了 搞了三几回吧 搞了三回啊 然后这样就 给一些武士 那些喘息的机会 呃 这是一个哈 但是这些武士哈 就是 就是下级武士 到明治微信以后 就都 挺惨的 就说没什么事 就是 回到乡村 有的都当了农民了 就算了哈 嗯 那么 他们这些武士呢 出门的时候呢 一个人梳上那种发型 还得带两个刀 你知道吗 长刀 短刀 都得带着 也挺沉的 然后 呃 就是说 有那么一句俗语吧 就是说 呃 没事出门 叼着牙签 哈 那意思表示自己 刚吃过 好吃的 的意思哈 咱们中国说是 用猪油 有猪皮 然后肉皮擦一擦嘴 有这样的俗语哈 他们就说 呃 叼一个牙签 日语里都有这样的表示哈 呃 他们比较穷了 呃 比较穷了 但是明治维新的时候呢 一些武士 呃 我们二百六十个诸侯吧 二百六十个这样的大名武士 呃 后来 国家就给他们一些新业的机会 你比如说三零三井啊 祝友 这些都是这些 呃 叫藩主 藩主就是这个 诸侯哈 呃 的后代 啊 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日本的这种 真正的日本 应该是说 藤老师没有进驻 就是我没有这样的朋友 或者说成为这样的人的一个哈 跟他们打交道哈 咱们就是搞学术 就跟一些大学教授来往 其实日本的内幕 我根本也没我看到 呃 因为日本的内幕 他们 呃 你看这坐着都普通的人 大家都传说 他是什么什么 旧藩主的孙女啊 什么的 这种特别多 呃 他们后来明治为新 不是四民平等了 没这事了 但是他留了一个叫华族 所谓华族呢 呃 中华的华 华族 华族就是皇族 呃 那些 本来这个 士农工商上面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天皇 皇族 那皇族叫 呃 就是皇家系列的 也叫华族 这个华族一直留着 呃 一直留着 呃 再说他们还有天皇在 所以他们那一波子人 嗯 我也没接触过哈 呃 所以很大的一波子 那就是日本的 就是内幕 呃 你像什么 麻生 呃 什么的 呃 这些首相 他们都不是一般人 呃 都是这些 就是有馅儿的 全都是 啊 呃 也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通过这一图呢 这图我们要讲的 就是小格子的 花纹的问题 呃 穿的是高跟鞋哈 秋嫂中的美人 那么是江湖时代典型的 这种小格子的服装的 所以 呃 呃 就是说 现在的日本服装也仍然非常素雅 啊 就是他们提倡的那种世界观呢 就是 然后看着挺普通的 其实不普通 这是他们很多人追求的一个 从衣服上或者做事上什么的 呃 就是这样的哈 那这一位是 呃 呃 那时候有个习俗 就把牙齿染黑 呃 并且以此为美 呃 我觉得把牙齿染黑 这个倒是 嗯 挺符合东方的 因为 刷牙这个事 的确人家西方人做得好 现在也比我们做得好 呃 所以咱们这个牙可能 呃 在古代 呃 咱们现在的牙还都挺黄的呢 就不不太好好刷嘛 同学们 然后那个 呃 刷牙不认真啊 或者我们吃的钙还不够 呃 有很多原因 我们的牙齿不够亮 在古代可能更难看 干脆给染黑得了 我看这方法也不错 啊 这个女孩呢 就正在染发 染染蚀 所以这是一个 很时髦的一个活动 就是穷人家可能还没这空呢 那么这一位 呃 她在抓蚊子 你看 呃 呃 抓蚊的方法挺不错的哈 然后用个纸链 嗯 然后点燃 然后蚊子 呃 就蒲果自焚这样的 然后插花 啊 插花 然后还有 你看点茶 茶道 然后呃 我们看这个挺有意思的 这一个大美女哈 拿着一个 烟袋 是的 那时候抽烟呢 是很时髦的习俗 呃 她是通过葡萄牙的游船 呃 学习了抽烟的习俗 所以呃 呃 这个在那个时候是相当相当时髦的 呃 呃 就像你们呃 每天手里头 你们偏在什么时髦啊 有一个 iPad 是吧 这是一个 拿一个那个 小电脑似的那种哈 那个时髦哈 呃 喝的喝的水不一样 喝矿泉水时髦 哦 那我就不时髦了 你看本来是我是矿泉水的瓶色 我天天就装一点自己喜欢的茶 那肯定是比较 比较不时髦哈 哦 是吧 好 呃 咱们再看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是 嗯 刚才已经接触过这一个场景了 呃 谈琴呀 什么的 呃 据说那时候的娼妓呢 都呃 很有文采 呃 是这样的 呃 弹琴作诗 绘画 基谷 这样的文采 呃 现在的 弹一弹现在的日本异季哈 呃 日本异季也被 呃 很多 呃 影片吵 吵得不得了 呃 现在日本异季 我多少了解一点 我看过一些电视片什么的 呃 我来描绘一下 呃 现在 呃 她15岁 呃 因为日本有一个宪法 就是中学生以前是不可以劳动的 那么15岁中学毕业以后呢 呃 还真是一些地方来的 呃 不错的 长得不错的姑娘 然后来到京都 然后呃 京都有一条街叫花见小路 那么 这里头有好多就是 呃 一桩一桩的房子 呃 就像 呃 里面有妈妈妈妈妈桑哈 呃 妈妈桑也是老妓女吧 她们经营哈 比如你入哪一个门 然后就在那里修行 但是作为 呃 日本现在已经把它作为一个旅游产业来做 呃 比如说有 呃 你就不断的要学习 要学习三年啊 呃 首先每天就要学习跳舞 是他们最主要的 呃 跳舞弹琴 还有学习说京都话啊 呃 要说的柔软 然后还有学习 酒席上的一些游戏 学习装扮什么的 呃 那么这一些 呃 我们已经看到过这样镜头了哈 这些小学习生啊 他们是不出来服务的 因为不会 那么18岁的时候就晋升为叫舞子 啊 舞子是跳舞的舞 舞子 呃 舞子就可以呃 跟着也就出去活动了 那么他们平常在这个屋 呃 在这个俱乐部吧 然后晚上打扮好了以后 呃 呃 因为有预约什么的 然后再走到呃 一些个料理馆 呃 料理馆 料理馆是他们工作的地方 就等于上班的地方 今天上 这个上 今天呃 今天上这个 邪门鸡翅去上班 明天呢去 卫明楼去上班 是这意思 就男友就叫他 他就去 呃 去完了以后就去陪酒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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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很关心就是 呃 呃 是不是陪色 这个呃 呃 原则上是不陪的 呃 不陪的 然后他们晚上再回到自己的住处 是这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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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就是说 呃 就是有恋爱的 就是在这个工作过程中 呃 那肯定有人要 呃 经常叫他 然后呃 有这样比较固定的关系 呃 那么他们提倡 呃 作为妈妈桑 他们是提倡 他们去恋爱的 因为不恋爱的姑娘不漂亮 呃 没有这种体验的话 不可以给客人更好的服务 所以是这样的 然后在恋爱过程中呢 他们如果忠于自己的职业的话 往往是呃 到二十七八岁的时候 他会这个怀孕生子 生完子以后呢 他们没有婚姻关系 然后呃 呃 这个这个小孩呢 还由这个俱乐部 妈妈桑来这个带 呃 这样的话 这边的人口就越来越多 他们当然希望生女孩哈 呃 一般是这样的 生完女孩 然后就就是这样哈 呃 呃 呃 这是我看那个有电视剧 还有一些呃 一些个呃 影片是这样说的 但是也有人呢 就是说呃 不做这工作了 然后去过正常人生活 也有啊 也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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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料理屋呢 一般呃 很贵 或者说没有时间 呃 他们因为从这个门出来 要到那边去工作 这个路上会走来走去的 呃 到晚上是很多的 所以呢 一般我们都能碰上 啊 就是 然后 还是挺漂亮的 啊 非常有意思 走起路来 呃 然后 呃 那边呢 还有很多 呃 与他们相关的一些文化 呃 当然他们有表演 这个表演是给一般旅行 呃 旅行者表演的 呃 呃 我们可以去看啊 可以去看 呃 就是妓女 给我们 嗯 他们不叫妓女 啊 刚才说就是成 呃 18岁成为武子 然后你干干干不错 一般到25岁时候成为艺术的艺 艺子 艺子 这个艺子就是跳舞跳得更好了 艺子呢 都穿上黑色的衣服 啊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些图片 哈 那个花衣服的都是五子 呃 穿上黑衣服了 就有档次了啊 啊 那就是这样哈 好 呃 呃 再看一个图片吧 呃 这个图片你看 呃 那个时候 呃 他们 呃 就是旅女街的舞蹈节 呃 现在日本也有 春秋两次 呃 跳得非常漂亮 呃 真特别漂亮 呃 你看她跳舞的时候 就会忘记她的职业 就是 就是去赞美 那真是漂亮 跳的 呃 这些舞蹈节 这是那个时代留下来的照片吧 哈 那么后面怎么还挂了那么些不我式的 同学们 那时候这是最流行的不样的意思哈 都是流行的 啊 好 呃 接下来 嗯 呃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题目呢 就是呃 歌舞记 呃 歌舞记呢 是日本 呃 的江湖时代 新兴的一个日本的戏剧 呃 那么看歌舞记也是一件 一件费钱的事 呃 于是呢 呃 这样的事呢 大家感兴趣嘛 于是服饰会呢 就作为 呃 一个主题 呃 把它做了 呃 我们看看呃 这些歌舞记的 演员的脸谱哈 成为 呃 这个 很大 很 就很受人的注目吧 我们再看看他的服装 也是非常华丽的 呃 那么呃 像这样的大腕 呃 刘德华这样大腕 呃 在台后是怎么回事 大家也非常想知道 哦 这就是在台后 你看很流行 他还抽着烟呢 哈 这样的 那么 大家感兴趣的 呃 只有 京都 只有江户有的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呃 呃 相铺 相铺在当时呢 也成为一种娱乐了 开始它是一种奉神的活动 呃 我讲过哈 光着身子 表示对神 没有折眼 呃 然后开始还是一个人摔 然后摔摔摔自己倒下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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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吧 那么后来是两个胖子上来 来摔一摔 哈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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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相铺表演 这相铺的确是很胖很胖 所以呢 非常招人 呃 所以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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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败殿 呃 呃 那么两边呢 分成东边西边 东军西军 东震西震 叫 然后一个一个上来 然后摔跤的意思 呃 呃 呃 其实谁把谁摔倒了 或者说是呃 今天你分在东 我分在西 这都没有什么固定 临时分的 呃 就是一种游戏 呃 一种游戏 呃 说起日本的相铺 日本相铺摔 呃 摔 把别人摔倒了 以后 现在必须把别人拉 拉起来 哈 而且以礼为始 以礼为终 要鞠躬 然后 日本的相铺 运动员不能有表情 这点你们 嗯 观察到了没有 呃 不需要表情 呃 那么有一个蒙古来的运动员 呃 因为他有蒙古摔跤的底子 他爸爸就是蒙古摔跤第一名 叫周青龙 这个 嗯 这个哈 这人后来就升为横刚了 他 嗯 每次摔跤呢 他摔完跤以后呢 居然还有这种 这种这种姿势 这样 表示我胜利了 然后那个表情也这样的 很睁目的 其实就是体育 体育那个 胜利者的一个 比较普通的 但是呢 他就遭到了 呃 人们的 就是批评 呃 现在已经下台了哈 呃 这个因为不符合相铺的精神 大家说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比赛呢 谁胜 谁输呢 是神的旨意 不是个人的呃 呃 声的职业 呃 呃 呃 uh 就是大家没表情 很有意思 哈哈哈 没有表情 也不能高兴 你也不能沮丧 这是他们的纪律 呃 不能在脸上表现出来 更不能用语言辱骂别人什么 这都不可以的 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挺有意思的 所以他现在呢 神的旨意本来是一种游戏 很多人呢 也说现在把它搞成体育吧 就像拳机一样 搞成什么七十级 七十公斤的 八二公斤的级 没有 现在日本的相波是个大个小 永远在一起摔 外国人现在也进入这个市场 因为可以挣大钱 所以好多外国人的转汉子 全都来了 有欧洲的 夏威夷的 然后那个中国的 还有蒙古的都有 大家都在那摔 就是谁能摔 所以日本人的横刚已经 很久尾了 没有了 就是很少了 所以横刚就是 它有个级别 一共是八级 最高级那个 就是说在比赛过程中 如果你能扳到一个横刚 就可以得一个金星 这个金星呢 行情是五百万日元 五百万日元呢 五八四十 相当于人民币四十 四十万吧 就是摔 这样啊 就很高的一个奖金 好 这个大横刚呢 是日本人 心中的明星 他高 高两米零六吧 这叫大同山 他六岁的时候 就居然长这么高 基本是一个巨大儿 现在还有他的博物馆呢 我还去参观过呢 然后那个脚都特别大 他穿过的鞋什么的 嗯 他是一个大 就出类拔萃的这样一个 打红钢 这样一个 嗯 嗯 好 呃 那么 咱们再看看这个图片 哦 呃 我们说 服饰会的作用还在于什么 还在于广告画 你看这个图片 呃 他是在宣传一个好吃的 这一个典型 就是说 嗯 他们在这个路上 走很 很长时间 有得走一个月啊 是不是要有小旅馆 而且要有些好吃店 什么的 呃 那么这些小吃店呢 就呃 自己做一些服饰会 呃 给这些客人 的意思是说 你下次来的时候 我再给 再来我这儿 的意思 那么这个好像是一个面条店 呃 宣传这个好吃的面条 像这个就是一个旅馆 呃 为了招揽生意 呃 特地请服饰会画家 画的这些画 呃 你们看到 这就起到一个广告的作用 呃 你看这个 呃 你像我们家这个旅店多棒 而且能接待大明 你看 你看到没有 大明 这大明 你看 而且大明到哪呢 都得把自己那个 家的家徽 那帐子 给支起来 他这个 他这家徽好像是一个圆圈里面 加一个中国节 似的这种 好就这种 好就这种 然后你看 他旁边这些随从啊 什么的 还有这些行李啊 什么的 据说非常有名的大明 他们要走嘛 因为那时候没有说 一直走走走 所以就是连那个 呃 就是马桶都要带上 呃 一路上 呃 所以是非常耗材的 呃 但是为了面子 大家都要做得更好一些 嗯 好 我们呃 休息一下啊 好 休息一下 好